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所以我可以谈印度 你可以谈中国 那么你说的没错 如果你去印度看到这个公车站的时候 大家坐得满满的 但是如果你看历史的话 50年前是没有公车的 根本没有这些三满的公车 三满人的公车 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公车 如果你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你要坐其他的这种板车等等 这就是一个进步 这并不完美 但是这毕竟是进步 那么我们看到发生的事情 就是现在大家变得更加有钱 他们可以买自己的车 所以他们不见得需要去搭公车 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这个时间表 其中有许多人也可以搭飞机等等 这是进步 这还不完美 如果说他们可以搭公车 然后只有一个人搭公车的话 还是最完美的 但是这还是一样是一种进步 至于谈到人口 我想 人们常常会想的一点就是 人口会不断地增长上去 不幸的 这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所有的已发展国家 他们的人口增长率 是非常低的 如果你看欧洲 意大利 德国 西班牙 这些国家 他们生的小孩非常少 没有办法取代上一代的数目 那么我们发现的情况就是 人们越来越有钱的时候 会有两件事情发生 第一个 对于拥有一个家庭的欲望 就是拥有一个家庭欲望 他们变得有钱的时候 代表说他们要给小孩子很好的教育 但是要给小孩很好的教育 就需要很多钱 比如说你要给小孩子去上很好的学校 但是因为如此 你只能有这么 你只能养这么多小孩 所以父女生的小孩子 数量 数目越来越少 在印度 在中国的政策可能不一样 我们使用的是用政府来控制的 在印度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出生率 这个生小孩的数目变小 是人民自己决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人口增长的速度 在变慢当中 联合国的分析 告诉我们 现在看起来的趋势是 人口增长 在这个世纪 可能会到90亿或100亿人口 那么人口增长 它是会自己做调整的 会受到经济发展 还有人们要给他们小孩子的经济状况来的影响 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些中国的观众和听众 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 现在我们就接几个电话 好 黑龙江的网络观众 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黑龙江 孙先生你好 在线上吗 孙先生你好 好 我们是下一位湖南的观众 孙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个我觉得看了提纳博士这位博士的讲话 有些我很不完全理解 或者说我有些不同意 一个是它对于人口的这个自然条件 实际上这并不是好像国附都显得都这个真实的 你像现在非洲的人口 它就不大好调整 它的文化经济情况还没有周易是他们认识的人口 所以他们的艾滋病啊这个艾波拉啊这些病毒啊 这个祸害他们比较严重 那么亚洲呢也是中英两国相后来都在人口上面有新的认识 但是这并不等于人类会都整个全球会自发的能够有有理性的 直接的这个医治这个或者控制人口调节人口 这不是完全前代一律的国国国家两百个国家 第二个的资源呢好像比较罗关 似乎没用完了有私有私有 后来以后还有电力还有还有潮汐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科学的态度是应该是根据已经有的把握 我们来谈论能够来谈论这个问题 如果负责的话我们是没有把握谈 未来会变得更加美好或者会不会无法 我的这个问题可能还比较 我宁愿相信马尔沙士的这个人口 因为还没有人显得比马尔沙士或者马亦州先生更加高明的这些 而作为博士我认为这个学识在我们中国嘛 是应该知识至少是很宽阔的这个面上或者约伯 我觉得印度这位先生出身的那个先生 他的这个讲话还不注意使我们能够能够理性的来来来来 来来来协服他的这个他的论点 谢谢 好 这是湖南的王先生 博士先生 好像湖南的王先生不太同意您的观点 其实 事实上 我想还是一样 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 这并不是信念的问题 我们看数据就知道 如果 我们可以看数据的话 即使是在非洲 人均寿命也有所增长 而婴儿的死亡率降低 饥饿的问题 在非洲 也已经得到改善 比之前好很多了 虽然说 非洲之前经过了一段很险恶的时期 但是我们现在在非洲看到的经济发展是最低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非洲看到 人类福祉有这么多问题 这么严重的问题 那么如果非洲可以和中国和印度有一样的经济增长的话 他们的情况会好很多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他们有疟疾的问题 还有其他疾病 比如说肺癌等等 那么还有爱滋病 爱滋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爱滋病告诉我们 有科技是可以做多大的帮助 在完全没有研究之前 我们对爱滋病没有任何的认识 大家都非常的迷惘 如果有钱的国家 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 法国等国 他们有足够的资源 有经济的资源 还有人力资源 他们的医疗人员等等 找出问题在哪里 而现在 他们可以发展出相关的科技 可以稍微抑制爱滋病 不是完全控制 可以稍微抑制爱滋病 那么 我们也没有